现在我们来介绍在课堂上进行生词教学的步骤与方法 初级汉语综合课的生词教学基本上分为四步 展示生词、认读生词、奖练生词、还有巩固生词 下面我们来逐一介绍 展示生词是认读生词、奖练生词的预备活动 可以使学生对本课生词先有一个总体的印象 也可以让他们在很有限的时间内审视一下自己预习的效果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 一个是生词的展示方法 一个是生词的展示顺序 生词的展示方法有三种 学生听写、教师版书或者利用PPT课件来展示 每种方法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第一种方法是学生听写 学生听写就是教师直接利用学生在黑板上听写的生词来进行展示 优点是节省时间还可以让听写的学生产生成就感 缺点呢就是受限于学生的水平和预习效果 写在黑板上的汉字可能大小不一 字形不够美观 视觉效果会差一些 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 如果出于教学计划的安排或者课堂时间的限制 没有机会听写声词或者听写全部的声词 这个时候也不适合采用这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是教师版书 教师版书就是教师自己将当堂课的生词书写在黑板上 优点是字形规范 大小适中 清晰美观 而且可以让学生脱离汉字的印刷体 感受汉字的实际书写效果 缺点就是 教师不管是在课前书写还是课中书写 都会花费一些时间 第三种方法是利用PPT课件 利用PPT课件展示声词的优点是 节省时间 字体规范 清晰美观 教师还可以通过动画特效 为声词的认读和奖链 提供更多的教学方式 缺点是需要教师具备相应的硬件支持 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就是字体的使用 某些电脑的字体和手写的字体有出入 使用这样的字体不利于学生对于汉字字形的掌握 那么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字体呢 你可以翻一翻手边的汉语教材 看看里面的课文使用了什么样的字体 我们再来聊一下声词的展示顺序 备课的时候 花一些时间思考 对声词的先后顺序排列方式 重新进行调整 可以为接下来的认读声词 讲练声词 做好铺垫 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 声词的展示顺序 可以考虑使用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按照声词表排列 声词表中词语的先后顺序 通常就是声词在课文中出现的顺序 按照这个顺序向学生展示声词 可以和学生预习声词的顺序保持一致 有的时候教师还可以利用这种顺序 通过补充其他词语来串讲课文 安排学生对课文进行复述 比如说教材尔雅中文 初级汉语综合教程中的一课 我们先把声词按照声词表的顺序排列 再补充其他的提示词 学生就可以进行复述了 有的教师会尝试将这种声词展示的功能 发挥到最大 在教学过程中 使声词的听写 认读 讲练 语法的讲练 课文的串讲 复述 全部都围绕着在黑板上展示的声词进行 这正是一种教学技巧 教学艺术的体现 第二种方法是按照词性排列 教师先把本课声词按照词性归类 然后进行排列 这样做 一方面可以突出词语的语法功能 帮助学生归纳和记忆 另一方面 教师还可以有计划地利用这种排列 进行词语的搭配练习 比如说 尔雅中文中的一课 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是动词 右边是名词 动词和名词可以进行搭配 而所有的这些词在语意上 又都和学习有关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词排列在一起 第三种方法是按照相关性排列 教师可以把在语意上 话题上 功能上 或者有其他某种关联的词语 集中排列在一起 这种排列 同样是为了帮助学生 归纳和记忆生词 有的时候 还有利于教师 接下来对生词的讲解与练习 比如说 尔雅中文中的一课 课文中 一共涉及了三个场景 仪式 婚宴 舞会 这三个词正好也是生词 我们就可以把其他的相关生词 分别归到这三个场景中去 提示 第一 如果教师想通过学生听写的方式展示声词 建议听写前在黑板上标清楚每个声词听写的序号和位置 以便在讲连声词的时候更好的实现自己的教学设计 第二 把所有的声词都按照同一个标准进行排列 也是不现实的 所以 教师也可以考虑只将部分词语按照某种标准进行排列 好 上面就是关于展示声词的内容 下面我们来看认读声词 声词教学的第二个步骤是认读声词 初级汉语词汇教学的主要内容 包括词语的音 行 意 还有用法 认读声词就是为了帮助学生掌握声词的音和行 我们可以按照下面几个步骤进行 首先是抽查 教师可以先后找两三个学生 每个学生读三四个声词 来检查学生的预习情况 然后是领读 教师领读 向学生展示正确的发音 学生跟读 一边练习 一边自我纠正发音 教师可以带着学生 把所有的声词读两遍 接下来是齐读 让学生们在没有老师领读的情况下 读一遍或两遍声词 齐读之后 教师可以再次进行抽查 有目的地找几位班里发音问题比较多的学生来读声词 帮助他们改进发音 在认读声词的最后 教师可以再次安排领读 或者齐读 这可以算作是对声词 认读情况的最后一次检阅 也预示着这个环节的结束 和下一个环节的开始 建议 第一 在领读齐读的时候 如果教师发现了学生发音上的问题 应该及时纠正 带领学生多读几遍 如果是在抽查时发现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在其他学生身上也可能存在的时候 那么可以再多找几个学生来读一读 第二 在教师领读之后 齐读读一遍还是两遍 是先齐读后抽查 还是先抽查后齐读 教师可以看班里的实际情况决定 选择最适合自己和学生的方式 第三 在对学生抽查的时候 不建议老师在生词与生词之间停留太久 等待学生把生词认读出来 一是因为我们上课 有时候需要一种紧张感 这种紧张感会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集中他们的注意力 二是因为 如果遇到没有好好预习的学生 等待会拖延我们的课堂节奏 第四 在初级汉语阶段 学生对于汉语的发音方法 还在一个摸索和适应的阶段 发音面貌还不是很好 教师可以利用认读生词这个环节 对汉语发音里的一些重点和难点 加强训练 比如说 如果你发现这一课的生词里 正好轻生词比较多 就可以针对这几个轻生词 集中练习一下 如果有变调现象的生词比较多 那么提醒学生注意的同时 也可以再多练习练习 第五 如果教师具备电脑 投影机等硬件设备 我们还可以利用PPT里面的动画特效 实现更多的认读练习方法 比如说 利用动画特效的出现消失 让学生在限定的时间内认读生词 教师可以按照生词的顺序 使生词出现消失 也可以打乱顺序 让生词以类似随机的形式出现并消失 这种认读的练习方式 既可以起到检查的作用 还可以增强课堂的紧张感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